孔月紀 老的酒店的格局 是和別處不同的 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櫃台 櫃裏面預備著熱水 可以隨時溫走 做工的人 旁五旁晚散了工 每每花四文銅錢 買一碗酒 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 靠櫃外站著 熱熱的喝了休息 躺肯多花一文 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 或者回香豆 做下酒物料 如果出到十幾文 那就能買一樣分菜 但這些顧客 多是短衣幫 大底沒有這樣闊搓 只有穿長衫的 才度盡店面格逼的房子女 要酒要菜 慢慢地坐渴 我從十二歲起 便在鎮後的咸鏗酒店裡 當火計 掌鬼說 讓子太傻 怕事後不了長衫主顧 就在外面做點事吧 外面的短衣主顧 雖然容易說話 但牢牢滔滔滔 前甲不清的 也狠不少 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 黃酒蟲 彈子女要出 看過鬍子底裡有水沒有 又親看將鬍子放在熱水裡 然後放心 再者嚴重監督 下 產水也很為難 所以過了幾天 掌鬼又說 我幹不了這事 幸虧箭頭的情面大 辭退不得 便改為尊管溫酒的 一種無聊即無聊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台裡 尊管我的職務 雖然沒有什麼失職 但總覺得有些單調 有些無聊 掌鬼是一副空臉孔 主顧也沒有好生氣 教人活潑不得 只有孔月幾道點 才可以笑幾聲 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月幾時暫著喝酒 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 清白臉色 就民間時常夾歇傷痕 一步亂縫縫的花白的鬍子 穿的雖然是長衫 可視又裝又破 此乎十多年沒有補 也沒有洗 他對人說話 總是滿口之乎這也 教人半懂不懂的 因爲他姓孔 別人便從苗紅紙上的上大人 孔月幾這半懂不懂的話裡 替他取下一個綽號 叫作孔月幾 孔月幾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 有的叫道孔月幾 你臉上又添上身相巴了 他不回答 對孔女說 溫兩碗酒 要一碟回香豆 便排出九文大淺 他們又故意的高聲讓道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 孔月幾增大眼睛說 你怎麼這樣憑空污人清白 什麼清白 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 吊著打 孔月幾便將紅了臉 額上的青筋條條賺出 爭便道 洩書不能算偷 洩書 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 接連便是難懂的話 什麼君子故窮 什麼者乎之類 忍得眾人都紅笑起來 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聽人家背地裡談論 孔月幾原來也讀過書 但終於沒有進學 又不會迎生於是越過越窮 龍道將要討飯了 幸而寫得一筆好字 便替人家抄抄書 換一碗飯吃 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 便是浩渴懶做 品行卻比別人都好 就是從不拖欠 雖然間或沒有現淺 暫時記在粉板上 但不出一月 定然還清 從粉板上 識去了孔月幾的名字 孔月幾喝過半碗酒 將紅的臉色漸漸伏了緣 旁人便又問道 孔月幾 你當真認識自摸 孔月幾看著問他的人 顯出不屑自便的神器 他們便接著說道 你怎的臉半個秀才也鬧不到呢 孔月幾立刻顯出 頂堂不安無讓 臉上龍上了一層灰色 嘴裡說聲話 這回可是全是之乎這也之淚 一聲不懂了 在這時候 眾人也都控笑起來 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 我可以附和著笑 掌櫃是缺不擇備的 而且掌櫃見了孔月幾 也每每這樣問他 引人發笑 孔月幾自己知道 不能和他們談天 便只好向孩子說話 有一回對我說道 你讀過書嗎 我略略點一點頭 他說 讀過書 我便考你一考 回鄉斗的回字 怎樣寫的 我想 討飯一樣的人 也配考我摩 便回過臉去 不再理會 孔月幾等了許久 狠狠切的說道 不能寫 我教給你 記著 這些字應該記著 將來做掌櫃的時候 寫帳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 還很遠呢 而請我們掌櫃也從 不將回鄉斗上帳 又好笑 又不耐煩 的答他道 誰要你教 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摩 孔月幾顯出極高興的樣子 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著櫃台 點頭說 對呀對呀 回字有四樣寫法 你知道嗎 我月不耐煩了 腦著嘴走遠 孔月幾剛用指甲沾了走 想在櫃上寫字 見我毫不熱心 便又嘆一口氣 顯出極遠色的樣子 有幾回 鄰舍孩子聽得笑聲 也趕熱鬧 圍住了孔月幾 他便給他們回鄉斗壓 一人一火 孩子壓元斗 仍然不散 眼睛都望著蝶子 孔月幾著了方 身開五指把蝶子罩住 彎腰下去說道 不多了 我已經不多了 直起身右看一看斗 自己搖頭說 不多不多 多扶哉 不多也 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裡走散了 孔月幾是這樣的使人快活 可是沒有他 別人也變者摩過 有一天 大約是中秋前的兩三天 掌鬼正在漫漫的結帳 取下粉板 忽然說 孔月幾長久沒有來了 還欠十九個錢呢 我才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了 一個喝酒的人說道 他怎麼會來 他打折了腿了 掌鬼說 我 他總仍夠是偷 這一回 是自己發分 竟偷到丁舉人家裡去了 他家的東西 偷得的摩 後來咋摩樣 咋摩樣 先寫復辯 後來試打 打了大半夜 再打折了腿 後來呢 後來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咋樣呢 咋樣 誰曉得 許是死了 掌鬼也不再問 仍然漫漫的算他的帳 中秋之後 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 看看將近初冬 我整天的靠著火 也須穿上面傲了 一天的下半天 沒有一個顧客 我正合了眼助著 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 溫一碗酒 這聲音雖然極低 卻狠已熟 看時又傳沒有人 站起來向外一望 那孔月幾便在櫃台下 對了門檻座著 他臉上黑而且瘦 已經不成樣子 穿一件破甲布 盆著兩腿 下面墊一個袍包 用草繩在肩上掛著 見了我 又說到 溫一碗酒掌鬼也伸出頭去 一面說 孔月幾摩 你還欠十九個錢呢 孔月幾肯頹堂的仰面答道 這下回還清罷 這一回是現錢 走要好 掌鬼仍然同平常一樣 笑著對他說 孔月幾 你又偷了東西了 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辨 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 取笑 要是不偷 怎麽會打斷腿 孔月幾低聲說道 跌斷 跌 跌 他的眼色 狠將狠求掌鬼 不要再提 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 便和掌鬼都笑了 我溫了酒 端出去 放在門檻上 他從破衣袋裡 摸出四文大錢 放在我手裡 見他滿手是泥 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 不一回 他喝原酒 便又在旁人的雪 笑聲中 坐著用這手 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後 又長久沒有看見孔月幾 到了年關 掌鬼取下粉板說 孔月幾還欠十九個錢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 又說孔月幾還欠十九個錢呢 到中秋可是沒有說 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 大約孔月幾的確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所有電源 有多多多了 百萬 gracious 吉祥